她說我們要找她來啦 她手心瓜大包感覺怎麼樣 喔 很純粹 那一次她手心瓜大包 好幾個女孩都會把她抽筋 今天她說是假的 來 太平假了 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 這一次她給我 我就給我 辛苦了 辛苦了 她說我們要找她來啦 她手心瓜大包的感覺怎麼樣 喔 很緊張耶 那一次前她手心瓜大包 就好幾個女孩 前面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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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好好的 這一次呢 這一次她給我手心 要求你 這一次她給我手心 她給我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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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一直在頭髮 這時候從後面一直可以過來 她是她給你手 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找那個 李滋哥一起來走 因為就是大家一直不是都在 都在 都在加碗 叫我一定要來 碗都快破了 有沒有 我就想說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知道要走紅地毯 我就說你願不願意陪我來走 我把名額 本來是家人要陪我來走 我說我把我兒子的名額讓給你 讓你陪我來走 她就說好 就衝著你一句話 我一定 對啊,一定要來 所以明治哥完全沒有猶豫 沒有 沒有猶豫啊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進到這邊來 所以說我很緊張耶 你緊張什麼 你以後要當主任了 我第一天上班啊 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這樣會緊張 我可能會扣分喔 好 因為其實在整個新國會報到 對於每個立委來說 都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請教明治哥 今天在這麼重要的日子 能夠跟疫情委員 一起走上紅地毯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的心情就是剛剛講的 非常的興奮 你看我一直緊張到 一直流汗流汗 你知道他以前拍戲就是 一直流汗 只要一卡池他就流汗 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 剛剛我們從 就是從中心院去那邊 然後走過來 就是有一點 稍微小小有距離 因為旁邊有危安嘛 然後他就一直走在後面 我就落在後面 我已經很轉耶 我說你快一點 我說你們不用等我 你們先走 對 沒有 你覺得今天的特製裝袋 是不是有製造嗎 回憶紗 戲裡面的那個就是特徵 就是格子襯衫 對 吊帶 吊帶 顏鏡 為了這次要陪總統地毯 再去買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以前拍戲的服裝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對對對 雖然胖了二十公斤 還穿得下去 那對靖國會有什麼 新的情緒 其實我昨天有特別說到 就是在我的臉書 有特別說到 不管是教育方面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我長期以來都很 關心動保的問題 那但是動保呢 其實又跟我們的野保 其實還是有一段的 有一些不一樣的立場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 公聽很多其他團體的一些意見 跟專家的意見 那這也是我將來經國會 第二 首先會努力的三個方向這樣子 那希望 謝謝 帶著滿滿的正能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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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